各位领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英国有没有种族歧视呢? 我说肯定有 不过很多移民来英国的香港人 是不会承认这个事实 他们说我没有见过,我没有试过 他们没有见过,就当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 以下讲的故事其实是有人亲身经历的 过程也非常戏剧化 结局也是出人意表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回来再讲 各位,今时今日你还可以自由上网 但现在有,不代表永远都有 虚拟私人网络VPN是今天上网的必备工具 介绍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护你的私人,隐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个国家 总共有5400个服务器 自伏器 没有人可以追踪到你在哪里上网 也不会影响你上网的速度 一个户口全家大小可以6个设备一起使用 用底下这个网址 关键词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订购两年,最便宜是港币32元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免费 30天内不满意的 可以全数退款 向你推荐,挺好用的 我说这个有人的亲身经历 各位蓝丝小粉红 五毛那些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如果是英国没有种族歧视 就不会在公众的场合 包括这个巴士站 火车站 就贴出一些告示 我们是不能够容忍 仇恨犯罪 hate crime 如果是没有就不用贴出来了 就不用告诉别人 如果你有遇到这个仇恨犯罪 你就应该去报警 是一定有的 但是问题有多严重呢 可能每个人的经历 那个感受都不同 这个亲身的经历呢 就是我的一位朋友 行家 Helen Choi 她移民了来英国 她是一个记者 不过来到这里就不是做记者 当然她有非常好的触角 也都描述 整件事出来 我就觉得都相当精彩 她在Facebook那里 我经认她同意 就把这件事说出来 她在Facebook那里叫做英伦小盏 一开始的时候她是这样说的 她说搭巴士都没坐定 就开Podcast 通常我都是这样的 公共交通坐得久的话 就不要浪费时间 听一下学一下东西 她说隔着那个 Noise Cancelling的Headset 都听到前面几行人 有声浪不小 英国都很普遍的 我搭巴士那天都说话 很大声 有时就会说电话 都开个Speaker来说的 看YouTube 看TikTok 不再话下了 原来是个阿叔 就骂了两个金发少女 用母语交谈 怎么骂她们呢 这里是英国 说英文 两个金发少女就反驳 我们都是英国人来的 一句这样 然后接着又继续用她的母语交谈 阿伯就 开始说粗口了 他说两个女孩完全当她没有到继续谈 反而呢 同车的乘客就顶不住了 其中一个青壮男就出来 骂她 骂她 要么就下车 要么就停口 无人欢迎种族歧视 好 车上没有关系的人 开声 那阿叔呢 阿叔或者阿伯 我没有歧视 在英格兰就应该讲英文 当然这些对话全都是英文 Helen Choi就将她 译成广东话 如果不然大家可能就 看不到那种 语气等等 其中一个 中年的女人 同车的乘客就说 明明就是歧视你收口了 那阿伯继续 死撑 我没有歧视 在英国就要讲英文 那另一个呢 都是阿伯 一个白头白 讲英文你的英语水平 真是 这样 那她说 蔡小姐就听到 她说一声笑出来 那阿伯呢 就开始有点火了 她说想着输人不输阵 不是只是说 起床 跟她身高差不多的清秀壮男 准备空贴空 对峙 说是次那是快 闪出一个被这个两蓝高成过头的 六尺金发大只女士 她说似什么呢 似那个叫做权力游戏 我没有看过 那个剧集 之小的 那个女主角 挡住两个人中间 以眼神还击 击退阿伯 还大喝一声 你退后啊 这样 就是跟着两个人 真的会打 这个时候 阿叔 终于凝数了 走去车头 叫车长开车门 说要下车 巴士也靠边停下 可能各位看官 就听到这里 就觉得 没有东西看 散场了 拜拜了 这样 那蔡小姐的巴士上面都以为 散场拜拜 没事了 那就是 去到总站下车了 谁知道 正当我想着好戏散场的时候 车长哥哥 停车 原来不是应阿叔的要求 而是要向其他乘客问清原委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再回去 再回去 车 就是去司机位那里 按紧急锡 不是进实验室 按紧急锡 在车里按紧急锡 很大声 很大声 不是向车内 说播 是向车外 说播 我不认识 原来打巴士有个紧急锡 说什么 CALL 999 This bus is under attack CALL 999 This bus is under attack CALL 999 This bus is under attack OK 重要的事要说三次 他说 整条街的人 拆开嘴 看着巴士 还有人拿电话出来拍片 好了 车长哥哥 跟着再开车 就驶过这个警署 二话不说 就把整条车 进去警察局里面的停车场 继续CALL 999 This bus is under attack 没多久 因为警察局里面 有一个满面戒心的旅警 单拖旅警 一个人 这个人 上了车 什么事啊 然后就跟着 落妈叶 将那个 被指为歧视的阿叔 带了下车 然后进了警署 还没完 还有跟着更加戏剧化的发展 结局真是出人意表 还没完 起码有半搭即是六个 乘客自告奋勇要做证人 浩浩荡荡荡下车 冲入警署 OK 这个 青春少验 下车的时候 就向大家的行情 不好意思 阻止你们 道歉 中年妇呢 就阻止他了 There is nothing to be sorry for We just can't let racists be OK 就是说 不用道歉 没有什么需要道歉的啊 我们不能够让这些种族主义的人呢 就是 在这里得逞的 那么跟着啊 蔡小姐呢 就是这位 前行家啦 他说 如果不是我买了雪糕 在个袋那里怕它溶呢 我都会 进了警署那里呢 做证人兼看热闹的 那然后呢 就巴斯再出发的时候呢 唯有就是巴斯再出发呢 笑容灿烂地向阿叔揮手啦 面目交头 四目交头的时候 我做口型呀 Fuck you Serve you right OK 整件事呢 他说 令我最感动的呢 不是仗义出口的人有那么多 而是其实呢 就是警署和巴士总站的 相隔不够五十米而已 车长呢 入了警署 再开车出来 然后呢 就在里面 一段时间啦 十多分钟啦 从来没有人表示 不耐烦赶时间要下车 还是买站的时候呢 人人都赞车长做得好 OK 这个Facebook的专业呢 就有hashtag的 都挺个人的 移民悲歌之种族歧视 人间有情有爱之共退 仆街 首次见识巴士紧急广播 真的我都没见过 我只是看这个 他的讲法然后才知道 好了 听完这个故事 大家怎么看呢 如果大家住在伦敦 不是住在一些交区的地方 住在大城市 不要只是住在伦敦 住在大城市 我常常都这样说的 和我的朋友 我住在那些城市 住在大城市 或者去那些 去伦敦堂街 我常常都听不到英文的 我听到他们自己的母语 无论一家人 大家聊天固然是啦 大人小孩 几个朋友聊 如果大家都是 来自同一个地方 认识那种母语 大家就会说母语 印度人说印度话 希腊人说希腊话 OK 我们香港人就说香港话 除非有人是不懂 听我们的母语 那就会尊重对方用英文 他们的common language 就是他们的共同语言 就是英文 要不然大家聊天 为什么要说英文呢 都不是我们的母语 这个都是 在大城市 国际的都会里面 常见的现象 但是对于某些 我问过 这个叔叔是个白人 都几百人至上的 英语至上的人来说 就觉得听不惯 为什么你来到英国 你为什么不说英文呢 为什么要说你自己的母语 这个就是 就是有一些人觉得很不安 就是譬如 就是也都出现过了 就是这个 保守党的 执政党的其中一个要员 一个国会议员 说过了 伦敦好像是被穆斯林统治了 结果引起牵然大波了 那么这句话是不是种族歧视呢 有的人说是 很多人说是 为什么只是停他权 那么简单 不是应该受处罚的吗 这样 说这些话 就是 会当 你去到伦敦 这个国际大都会 什么颜色皮肤的人都有 什么语言都有 什么宗教信仰都有 你作为一个 比如你叫做Local 可能如果你是白人至上的话 你真的可能 那种想法可能会感到不安 但是如果你不是 就是常常都被人说左膠那些 你是包容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城市 我说什么的语言 我来自什么地方 我说什么没有语 真的关你差事吗 我说话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是很典型的种族主义的心态 这个白犯了什么罪呢 你怎么要落孖叶呢 可能就是 仇恨犯罪 仇恨犯罪不只是说你要动手打人 不是粗言为语啊 这样的 你说些东西 被人觉得你是有种族歧视的话 你也是hate crime 这个是一个 大家要注意的问题 但是呢 有很多香港人来到这里 似乎 如果你说这里有种族歧视 或者他遇到种族歧视 对于某些人来说 不是全部的 他们就会觉得 我是不是选择错了这个地方 是不是会被蓝丝笑我 活该你死吧 香港是没有种族歧视的 来到这里就被人歧视了 香港人是没有这个敏感度的 香港是有种族歧视的 但是不是 香港人 华人被种族歧视 而是华人去歧视别人 是有的 譬如叫人呆叉 叫人黑鬼那些 是很典型的种族歧视 我说过不止一次的了 那些人就说 咦 咦 咦 不是歧视 是他们的语言 咦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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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族歧视是什么来的呢 人家听完之后觉得不舒服 叫你不要说了 我不喜欢你 我听到这一句 这样称呼我 你继续说 其实就是种族歧视 不需要辩护的 OK 但是来到这里 因为要 要告诉别人 我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我移民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所以我来到这里是一个天堂 什么都没有 没有歧视 还有 其实 部分人在同心底里面 都可能会歧视 不同种族的人 我说香港人 不同宗教信仰的人 例如特别对穆斯林 可能 那个看法是很负面的 你看到有些很柔的 网上的言论 甚至有些KOL 讲到外面 对不对 这些经历是不是很普遍呢 我 认为我自己看到 可能 很多人心目中都有 种族歧视的思想 不过在整个大环境 在英国的大环境 不停地强调这个仇恨犯罪 是不能容忍的 zero tolerance 的情况下 他未必 会发 好像这个白那么蠢 发到外面 未必 会做些什么 但是有没有 会有些是好 执着你 执着你 都不知道 你很难 说 他真的有什么问题 譬如我 都举过的 这个例子 我们都是看到 来到这里的人 写的文章 是一位 香港人的医生 他在NHS里面 做 跟了一个白人的 白做完检查之后 就解释给他听 你的情况怎样怎样 我会把你的情况 写在报告上 那个白看着他 是香港人 那个回应者 我希望你懂得用英文 写在报告上 你说是不是奇思 那个 那个香港人医生 没有这个感觉 笑一下我当然是懂了 会认他 我会用英文写的 但是他旁边的同事 就愤愤不平 完了之后 跟他说 那个白这样歧视你 你可以投诉他 为什么 他笑你 他觉得你不懂英文 这个很典型的种族歧词 那么那个香港人医生 我没有这个感觉 这个就是个文化差异 反过来 有时你会 冲口如出 是不是 我看到有很多移民了很久很远很长时间 十几二十年 来到这里的香港人 华人 开口门口就说人家黑鬼 开口门口就说人家差异 我听过 他不觉得自己是歧视的 这个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 因为他没有这个敏感度 香港人是没有这个敏感度 甚至被人歧视他也没有这个敏感度 不过不要紧 可能他自己的 信心很高 我没所谓 一句说话 另一件事也是在巴士上发生的 不是我亲眼看到的 是我家人亲眼看到的 所以歧视人的人 不是只是白人 非白人都有的 有两个非白人的 青春笑额 的女孩 在巴士上 非白人 突然之间 对一个经过的 华人面孔的乘客 大声 好像叫他 走啦 回家啦 回去你家啦 OK 那个男孩呢 是 鸿蜜蜜蜜蜜蜜 可以说 都只是 在 车里面的乘客 看不起 又是 刚才 Helen Choi 遇到這樣 挺身而出 你不要這樣啊 你不要種族歧視 兩個非白人的女生說我沒有 繼續罵她 沒有車入警署 司機也不會 沒有其他城下加入 是一個白人的男人 挺身而出 然後 那個白人的男人就問她 你可以嗎 OK 沒問題 那件事就沒有 沒有什麼發展下去了 然後我家人就下車了 看不到 然後有什麼情況 這些情況是有發生的 不時會發生的 我自己也有遇過的 比如在COVID期間 你戴口罩 在Town Center那裡走 你突然間會 有人 特別有一些 很年輕的中學生 會在你面前 或者走過你旁邊 怪叫 因為 那時候戴口罩不戴口罩 是很爭議的 很爭議的 有些人說 你懷面孔嘛 你的病毒是在你的家庭 在你那個國家那裡來 有些人就這樣說 說是你傳過來的 而你戴口罩覺得很怪 你有病才戴口罩 在你面前那裡怪叫 我又試過 另一個年輕人也是 COVID完結了 他走過你旁邊 有時是會 就是 隔一下你 笑一下你 又或者是無緣無故做一些動作出來 是有間中是會出現的 那這些是否說是種族歧視呢 還是橫皮呢 還是覺得 你的面孔比較陌生 他可能在試探你 不知道 但我也都遇過一些很好的 的情況 例如會讓老 會笑容 好有笑容 都是一些年輕人 所以 在這裏 麻煩各位 尤其是 在香港過來的那些 你不要做一些種族歧視的言論 或者一些行為 這是很重要的 你要有 種族的敏感度 這是第一 不要開口 閉口就說 人家有什麼 黑鬼 第二 你也要 看清楚一點 可能有些人 是會很明顯地 會歧視 一些 有色的 不同的族裔 小數族裔 是會的 如果你覺得是真的不安的話 你覺得是受到冒犯的話 你不要 容忍這件事發生 這個 Helen Chalk 這個故事給我一個感覺 你看到在車上的人 那麼多人一起挺身而出 那麼多人要阻止這件事發生 那麼多人要入警署做證人 我覺得 就是這個教育 英國 這一種 防止仇恨犯罪的 這個教育的成效 這個呢 令到我們這些 新移民 小數族裔的新移民 感到安慰的地方 那麼各位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我知道 特別可能是一些藍絲 小分紅 說 誒 該你死了 去到這個地方 那麼即使呢 來到這裡很久的 也都有一些很柔的思想 大家一起去歧視人的那些 他不是很察覺到自己 都是小數族裔 都可能受到歧視 可能我的觀眾有些是這樣的 你都可以留個留言給我 看看你怎麼看這件事 你不是阻交大愛包容的結果來的 如果你是 身受其苦的 我不知道你會怎麼想 那麼就 除了留言之外 就要like share subscribe 和看白雷廣告 如果有新片上 最好你按一下小鐘 就會告訴你 暫時說到這裡 之前我PATCHANNL 和深圳有發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等一渕 不直 поним 和深圳的алaden 一點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